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令人兴奋的消费新闻 首先 2024年最佳无线吸尘器已经出炉 Pinnacle Pure One S11被评为最佳选择 还有Camor Elite和Shark Stratos等优质选择 让清洁变得轻松又高效 接下来 对于那些总是抱怨插头不够用的朋友们 Kinleaf 5插座扩展器是你们的救星 现在在亚马逊上只需10美元 还具备过载保护和智能电源检测 让你的生活更加便利 最后 亚马逊的Prime Day活动正在进行中 苹果产品的价格降到历史新低 比如AirPods和iPad等都在促销中 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的文章介绍了2024年最佳无绳吸尘器 强调了现代吸尘器的轻巧 强大和多功能性 经过对14款高评价无绳吸尘器的深入评测 文章推荐了几款最值得购买的产品 例如Pinnacle Pure One S11被评为整体最佳 无论是在地毯还是硬幕地板上都表现出色 其配备的LED灯和HiPay过滤器更是增添了使用便利性 而Camor Elite则以其轻便和实惠的价格成为最佳性价比选择 适合预算有限的消费者 对于有宠物的家庭 Shark Stratos展现了强大的吸力 尤其是在处理宠物毛发方面 令人印象深刻 在选择无绳吸尘器时 文章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包括考虑吸尘器的尺寸 重量 尘杯容量 续航时间和过滤器类型 较高的吸尘器通常意味着更大的清洁范围 而较轻的设计则使得移动更为灵活 尘杯的容量直接影响到清理的频率 较大的尘杯可以减少清空的次数 续航时间也是关键 建议选择至少40至50分钟的续航 以便完成多层清洁任务 HAPP过滤器被认为是最佳选择 能够有效去除空气中的微小颗粒 在测试过程中 评测团队设置了多个障碍课程 模拟了不同材质和表面的清理任务 包括地毯和硬木地板的实际使用情况 通过对多个家庭的清洁需求进行评估 文章总结了每款吸尘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确保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最合适的产品 整体而言 现代无绳吸尘器 不仅在设计上更加人性化 功能上也更为强大 成为家庭清洁的得力助手 Yahoo US报道 尽管亚马逊的Prime Day大促正在进行中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 沃尔玛同样推出了重磅的假日特惠活动 价格甚至比亚马逊的折扣还要低 比如沃尔玛的南瓜香味 Yanti Candle售价仅为17美元 而亚马逊则要20美元 此外 Kurig单杯咖啡机在沃尔玛的价格为80美元 而亚马逊则超过100美元 沃尔玛的优惠不仅限于这些 还有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都相对实惠 比如RubberMade的食品储存容器 PitchNade手持搅拌机等 都是值得消费者关注的好交易 在亚马逊的Prime Day活动中 许多热销商品迅速受庆 因此消费者需要抓紧时间抢购 此次活动中 Apple iPad第9代降至200美元 Dyson Airwrap多功能造型器降价100美元 成为热销产品 此外 Kurig K-Compact咖啡机也以50美元的价格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值得一提的是 Crest3D美白牙贴的价格降至30美元 成为许多人争相购买的美妆产品 这些折扣都显示出 Prime Day是购买大件商品的绝佳时机 Yahoo!US还提到 Prime Day期间的折扣不仅限于电子产品 许多家居和厨房用品也有显著的价格优惠 比如 Dyson V8 Plus无绳吸尘器降价170美元 Teachnade的力士搅拌机降价161美元 成为厨房爱好者的热门选择 此外 Biso Little Green多功能清洁机的价格 也降至82美元 适合家庭清洁需求 这些大幅度的折扣 让消费者在这个购物季节 能够以更低的价格 购买到心仪的商品 Yahoo!US报道 亚马逊的10月Prime Day活动正在进行中 许多日常必需品正已超过60%的折扣出售 这次活动的亮点包括清洁工具 卫生产品和服装基础 适合节日和日常使用 比如Mr. Queen的魔术橡皮擦 六件装 仅售6美元 Scrap Daddy海绵六件 装降至16美元 甚至有可重复使用的厨房毛巾 和手工皂等实用商品 对于那些想提前准备节日聚会 节省开支或升级家居的人来说 这些优惠无疑是个好机会 在清洁和香氛产品方面 7th Generation的洗碗机洗涤剂包 现在以21美元的价格销售 Embrus Myers的手工皂也在折扣之中 价格为7美元 还有Messor的洗衣液四件装 限价50美元 适合大批量购买 此外 Coldria的房间喷雾 和Home Puri的空气清新喷雾 也在促销中 帮助保持家中空气清新 这些产品不仅能提升居家环境 还能让你在节日中迎接客人时 更加从容 另外 Yahoo!US还提到了奥普拉的最爱产品 在Prime Day期间的折扣 用户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到如 Kindle Scribe Dear Friends 拖鞋和Beats耳机等产品 比如 Kindle Scribe限价255美元 折扣高达85美元 而Dear Friends拖鞋 则以32美元的价格出售 奥普拉推荐的这些商品 不仅适合自己使用 也非常适合作为节日礼物 帮助大家提前完成购物清单 享受时会的同时 也能带来温暖的节日气氛 Yahoo!US报道 苹果的MacBook系列 一直以来都是众多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选择 然而其高昂的价格 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值得庆幸的是 在10月的Prime Day 10月8日至9日期间 四款新发布的MacBook Air 和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的价格 达到了历史最低 最高可享受300美元的折扣 无论是2022年发布的13.6英寸MacBook Air 还是2023年发布的14.2英寸MacBook Pro 消费者都能以最实惠的价格 入手这些高性能的设备 许多用户纷纷表示 这些笔记本不仅轻便 性能也极为强劲 特别是搭载了M2和M3芯片的型号 用户体验更加出色 在体育方面 Yahoo!US还报道了洛杉矶到齐队 与圣地亚哥教室队之间的NLDS第三场比赛 道齐队在首场比赛中以7比5获胜 但教室队在第二场以10比2扳平了系列赛 第三场比赛将在10月8日举行 比赛将通过FSE频道进行直播 球迷们可以通过FUBO Hulu加LiveTV等平台观看 此次系列赛的胜者将晋级国联冠军赛 定于10月13日开始 球迷们的热情也因此愈发高涨 此外 对于纽约大都会队与费城费城人队的NLDS第三场比赛 Yahoo!US同样提供了详尽的观看指南 两队在前两场比赛中各胜一场 第三场的对决将于10月8日在Cityfield的进行 这场比赛的投手对决将是费城的阿伦 诺拉与大都会的肖恩 马内亚 观众可以通过FSE观看比赛 并通过FUBO等平台进行直播 随着季后赛的深入 各队的竞争愈发激烈 球迷们也期待着精彩的赛事表现 Yahoo!US报道 亚马逊的Fire TV Stick在Prime Day期间降至历史最低价 仅售20美元 这无疑是提升家庭娱乐体验的绝佳机会 随着秋季的到来 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影设备 而Prime Day的优惠更是让这个决定变得紧迫 Fire TV Stick以其简单易用和丰富的应用程序支持 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首选 它不仅配备Alexa语音遥控器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轻松搜索和播放节目 还能控制电视和音响的音量 超过40万条五星评价证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 许多用户称赞其安装简单 操作直观 甚至是老旧电视的升级利器 在另一篇文章中 Yahoo!US强调了Tremontana专业不沾煎锅 在Prime Day的优惠 限价30美元 相比原价45美元 折扣超过30% 这款煎锅因其轻便的设计和出色的清洁性能而备受推崇 编辑Lisa Schweitzer表示使用体验极佳 轻松翻转煎蛋和煎饼 其商业级履材质和无PFOA图层确保了健康和耐用性 适用于多种造具 甚至可以放入烤箱 超过18000条好评的支持下 许多用户称赞其性价比 认为不需要花费上百美元 就能拥有一款高效的煎锅 最后 Yahoo!US还报道了 Walmart的PlayStation 5 Slim主机促销活动 售价399美元 较原价450美元 便宜50美元 随着PS5 Slim的推出 游戏玩家们终于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 体验到更强大的游戏性能 PS5 Slim不仅支持数字游戏 还提供了可选的光盘驱动器 方便玩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许多买家对其改进的图形效果 和流畅的操作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从PS4升级的理想选择 尽管有些人对没有光盘驱动器感到失望 但整体评价依然非常高 许多用户表示这是值得投资的游戏主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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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